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前瞻时间确定 刘盈队友插队上线 下队活动要来了 崩坏星穹铁道 2.3前瞻时间确定 刘盈新增专属特教 2.4到2.6卡时安排 星期日立会曝光 本周五2.3前瞻直播的活动 其中包括了两位角色 刘盈和翡翠 许多期待已久的玩家 终于可以见到可爱的刘盈小姐姐了 作为一个年轻少女角色 刘盈的魅力无法言喻 此外 2.3版本中的主要角色软眉 也将直接加入游戏 一举完成 然而 对于2.3前瞻直播 一些玩家可能还有些困惑 据官方发布的消息 本次前瞻直播 预计持续约38分钟左右 这意味着 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线索 被隐藏其中 让我们的探索者们期待吧 此次刘盈的卡池流水 看起来也相当稳定 另外 萨姆还获得了专属的火属性 击破特效 这无疑增强了他的实力 然后就是后续卡池的安排 在2.4版本中 焦丘终于要来了 这一点没想到的是 都说刘盈和焦丘能组队 但又说 刘盈把焦丘踢出队伍外了 只能等上线后测试了 小萝莉物理毁灭云里 也是天进池了 然后就是2.5空降了击破奶 看样子 直接给刘盈补售后 只能说 刘盈待遇安排得真好 同样拥有双形态的飞销 看样子 也要在2.6卡池中登场了 就是不知道 大力花什么时候 能再一次出现在玩家面前 好期待大力花早点进池 星期日 要进卡池的消息被放出 只知道是黑色衣服那套 不过网友的想象力 也是比较丰富的 直接就快马加鞭的 给搞出星期日的例会了 只能说 大佬是很有才的 不过星期日 什么时候能进到卡池中 四星还是五星角色 这一切都是个谜 希望在本次前瞻直播中 能有新消息 对于不断增强的留言 各位开拓者 是否要抽取了 6月7日晚上7点半 我们将迎来 备受期待的 2.3版本前瞻直播 这次直播 将邀请到三位特别嘉宾 黄泉 刘盈和翡翠 与基米一同为我们揭开 2.3版本的众多新内容 观众们可以期待了解到 关于新福利 新UP五星角色 以及剧情发展等精彩信息 直播的主题再见 皮诺康尼解明二要的 传达了信息 考虑到 在2.0版本前瞻直播中 烧鸡老师曾透露 皮诺康尼的故事 将在2.3版本达到高潮 在暗示着 游戏可能会在 本版本结束后 引领玩家们 前往一个全新的星球 展开全新的冒险旅程 此外 官方还将发布 300星穷兑换码 让大家有更多期待和惊喜 根据舅舅的爆料 在星穷铁道2.5版本 据说有一个新的 击破奶角色将会登场 应该是将会加入 流营的击破队 流营的击破队伍 目前已经相当完整 包括童鞋组 软梅 以及加拉赫 如果新版本真的 退出了击破奶角色 那么一定是替换掉加拉赫 尽管如此 从2.3版本到2.5版本 还有两个大的更新周期 因此 加拉赫的地位 在短期内 应该还是比较稳固的 玩家们在等待 新版本的同时 可以继续培养和提升加拉赫 同时 为了准备迎接新角色 玩家们可以提前准备好 适合新角色的仪器 以便在新角色上线后 能够快速适应 就能够无缝衔接 实现角色的快速毕业 最后就是有关于 夏日活动的消息了 本次前瞻直播的 想必大家一定知道了 封面上的吉米 换上了泳装 众所周知 每年夏天 敏食游戏 都会推出 夏日限定活动 而且还会推出 泳装皮肤 不知道这次 大家一直所期待的 皮肤系统 是否会上线 而如果上线了 会不会有 相关角色的泳装 崩铁的夏日活动 毕竟是第一次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感谢观看